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查有兴趣的朋友 到我们网址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 谢谢支持 好 来谈谈东航空难 美国硬要参与东航空难的调查 波音737-800 在中国有上千架的航机 要面临全面的检测 东航空难 对中国的航空业的打击 这叫雪上加霜 东航空难事件的调查 正在逐步的展开 就是说第一个 第一个那个黑匣子找到 另外一个可能完全破损 美国运输部的部长 不敌及格 昨天说中国民航 邀请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参与这一次的这个 东航这个空难的调查 他感到非常的鼓舞 比如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要随时准备为这个委员会提供的支持 根据国际航空的协议 由于失事的客机在美国制造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可以参与 由中国牵头的调查工作 所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昨天 前天也说 他们跟中方的调查工作负责人取得了联系 并跟美国联邦的航空管理局 波音和失事客机引擎制造商 CFM的技术顾问 要以一切必要的方式为调查工作提供支持 东方航空公司的空难事件 原因曝术迷离 因为这几个飞行员都不得了 都是非常老江湖 睁眼老道 现在东航宣布所有波音737-800 直飞的航班的飞机停飞 大家都知道波音737-800 属于新一代的737N机型的机型 在737 MAX推出之前 是波音单通道的主力机型 也是目前中国使用最多的波音客机 空难发生后 波音的股价重创 而这次空难调查 预计将与波音737的MAX 在中国的富贵评估交织在一起 真的是造化弄人 中国民航报上个月才报道 中国民航持续安全飞行 突破了一亿个小时 创造了中国民航史上最好的安全业绩 也创造了世界民航历史上 最好的持续安全的飞行的记录 尽管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事故的原因 但过去两年多受到疫情的影响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航空公司 都在艰难地维持了运营 而东航空难无疑是为这个本来就很不景气的航空业雪上加霜 而不只是中国而包括世界 必须客观地讲一句公道话 将近十年来 中国的航空安全标准位于世界前列 飞机的失事率保持了低位 所以有媒体说 中国每家航空公司都有超过六成的机构 都是安全管理机构 安全人员的比例更高 安全生产部门的薪酬也占至少六成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吸取了血的教训后的成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 中国民航的安全记录是经过一段黑暗时期 尤其是九二年的九九年八年就发生了六起的空难 当然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 尤其是近十年的中国航空的徽安的记录可圈可点 这就是中国多家民航航空多家的媒体 以中国民航四千两百二十七天的飞行安全记录清零 来标注这次空难的原因 毕竟离上一次中国民航的空难 也是十一年前的事 疫情对世界航空业对中国航空业的打击 现在也变成是这次空难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 中国航空业三大巨头 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以及东方航空 今年一月会颁布的业绩预亏的公告 也就是去年的亏损总额至少是368亿人民币 东航去年 一起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的净亏损的110亿到135亿 上年同期的净亏损为118.35亿元 都是亏损在经营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已经不履为间的东航 在空难后将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 东航已经要求旗下所有波音737的800 这个客机暂停了运营 就这一项决定也要使东航承受巨大的损失 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波音737是指挥中短途航线的主力 以及几个大中国大航空公司的主力机型 作为单通道的客机 波音737800和空客的A320 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民航市场的主流机型 今年2月底 737800的中国大陆客运航空公司的飞机的机队 再测速1189架 包括南航海航下航国航等超过20家的航空公司 其中东航有107架 也不少 全球市那两年多的疫情 本来对航空业的运营造成的打击是非常严重 而且是显而易见 当然这里面 疫情对飞行安全也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很多停飞很久的飞机驾驶员 一上飞机就出现很多失误 不知南北不知东西 有很多失误是因为停飞太久而导致 但是 中国有两家证券研究公司的报告指出 短期内 空难造成的恐慌还会导致出行信心的受到影响 需求要下降 中长期看 安全保障疫情发展还是需求恢复的两大核心决定的要素 受到本土疫情持续增长的影响 中国国内航空日军旅客的运输量 已经从今年二月初的超过八十万人次 一下降价到了三十万人次以下 加上本次事故的打击 短期内航空市场持续低迷的可能性更大 有了一架航班对二十个人 十几个人是经常要发生的事 2019年冠病疫情爆发之前 中国民航日平均的运输量是一百七十七万人次 但是现在的运输量还不到当时的两成 这整个的中国航空业跟世界航空业是一样的 极度的不景气 而且恢复起来很辛苦 空难事件呢就是雪上加霜 所以我想第一 邀请美国参与东航空难事件的调查 我们知道是国际的惯例 但目前来看也是中美关系 非常恶化的情况之下 一个正常合作的一个状态 但很奇怪 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反美的小粉红 对这样的事情提出质疑和抗议 他们可能不太懂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需求 而不是他们反美首当其冲的任务 第二个 新冠疫情不仅仅对中国的航空业 其实还包括了旅游业餐饮业造成严重的打击 但无可质疑的是 东航空难对整个中国国内航空业和国际航空业 对影响是直接而计时的 股票的下跌只是一种指标的表现 整个空难事件对整个中国航空业的打击 这叫做雪上加霜 第三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疫情现在的整个政策正在逐渐的缓慢的 做一些转变 但是疫情是一场持久战 不能够指望所有的政策 有个政策就能够把病毒阻止在国门之外 或者国门之内 但是疫情的结束 我们也可以看到 对外重新开放国门 开放旅游业 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但是这次的空难又如此的突如其来 对整个行业 尤其是中国的航空业 要面临一次新的大洗牌 这个洗牌的时间有多久 不得而知 对中国的航空业来说 今年或者落干年以来的寒冬持续的时间 而实在是太长 坊间除了对新闻媒体 要不对灾难事件的报道 有很多的说法 当然也引起了 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们 跟从业人员之间的一些 延迟的对抗 但是另一方面 对整个空难事件调查的结果的同时 网络的舆论 也出现了很多旁门走道 我们对这个问题 昨天有个节目 也已经做了针对性的批判 希望这样网络上的无敌放始 天马行空 造谣杜撰 能够得到比较及时的 这么个纠正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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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